在NBA的历史上,单和夺冠的此数趋势可数,想要夺得总冠军,一个好的球队配置是必不可少的。 乔丹、科比和詹姆斯是NBA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几位巨星,他们都多次夺得总冠军,职业生涯十分辉煌,不过乔丹和科比球队双合,就足以冲击总冠军,为何詹姆斯却需要三巨头呢? 篮球师神乔丹统治了90年代的NBA,当皮鹏成长为全明星风险的时候,乔丹就带领公牛队实现了三连冠,第二次三连冠时期,罗德曼已经年满38岁,早已不是全明星球员,所以并非巨头。 换句话说,乔丹六冠期间,公牛都是双合,生涯总决赛场均33.6分6篮板6助攻的表现堪称完美,科比是新世纪最好的得分后卫,职业生涯拿到了五座总冠军奖杯,而在夺冠期间,胡人也都是双合配置。 00-02年OK组合横扫联盟,实现了三连冠的伟业,09-10年科比加索尔代队完成连冠,五次冠军之旅同样都是双合实现,科比生涯总决赛场均可以砍下25.3分5.7篮板5亿助攻的数据,同样十分出色。 詹姆斯是当今联盟最伟大的巨星,他的职业生涯一共三次夺得总冠军奖杯,热火17球队作用詹姆斯、韦德、波士三巨头,其实17球队拥有詹姆斯、欧文和乐福。 詹姆斯总决赛场均可以砍下28.2分10篮板7.7次助攻的华丽数据,虽然个人表现无可挑剔,但总决赛胜率却并不高,那为何乔丹、科比都能双合夺冠?詹姆斯三合却还不稳呢? 在2010年之前,NBA联盟很少有球星巅峰抱团,各大球队都拥有争冠机会,不论是乔丹时代还是21世纪前十年,一直球队拥有两个巨星,都是绝对的豪华阵容,所以乔丹、科比在同时代双合就足以夺冠。 但在詹姆斯开创抱团时代之后,联盟越来越多的球星巅峰抱团,少数球队拥有多个巨头,所以詹姆斯所在球队仍然无法制霸。 换句话说,詹姆斯因为抱团快速得得总冠军,但反过来抱团也影响詹姆斯,夺得更多冠军,令人唏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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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